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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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YouTube 歡迎大家回到Cokey講 旅行日記其實也放了蠻多的相關的東西 本來想說介紹一下浦東機場 可是後來發現沒什麼好介紹 因為我上場查了之後 全部都在推廣浦東機場便宜的美妝品化妝品 所以我就在想一下 還是要有一些主題嘛 難得回到上海 上海的慈福列車是蠻屌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以前搭過也蠻喜歡搭的 那我今天帶大家去感受一下慈福列車 我們今天跟著腳步走 GO 對了 其實你要搭慈福呢 就是在上海地鐵的龍陽路站 你到這個龍陽路地鐵站 就從這個門走出來之後 往前走一點就會看到這個 慈福售票處 然後我們就往這裡走 然後就可以去搭慈福啦 全世界有好幾個國家都有研究慈福 德國是第一個嘛 然後就有日本也韓國也有 然後可是 唯一一個把慈福列車商業化經營的 就只有在上海 時間速度好像有到四百多公里 後來發生了一個溫州的追撞的列車之後 就降到三百 然後走上來之後呢其實很簡單 就會直接看到有售票中心 你走去買票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有回程機票或者去程機票的話是四十塊 然後如果你沒有的話是五十塊一張 好我要一張去機場 好五十 好五十塊 然後往返票是八十塊是不是 對 對 那如果有機票的話是可以 對 有機票單純的可以打八折 打八折就四十塊嗎 嗯 就這樣買好啦 是不是很方便 它有寫它時數表在它旁邊 等一下喔 可以看一下 就是首班車末班車 然後發車時間 最大的它寫最高時數 九點這一班的話呢 是最高時數可以到四百三 三點這一班呢 對我們現在是到這一班 可以到四百三 我們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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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檢機 啊快到了 我可能搭不到這一班了 關了嗎 關了 噢 噢 我們只能等下一班了 為了我們不要再講錯話 所以我就看著手機來唸好了 其實現在 有幾個國家已經有磁服了嘛 日本有 在中國的話 在長沙也是有的 可是長沙是中低速的磁服 那仁川機場也有磁服 可是仁川機場的磁服也沒這麼快 聽說北京的新的機場 S1會有磁服 這只是我查到資料啦 各位大陸網友如果看到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糾正我到底有還是沒有 他們簡單說一下 如果你要在上海 離開機場 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它機場的大法 它有應該是十一條線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第二種方法是做地鐵 就二號線 一直 走過去 從最東邊走到最西邊 大概可以坐兩個小時 第三種就是今天要做磁服 第四種其實可以搭拆分成兩種 一種叫滴滴 一種叫出租車 也就是計程車 可是大陸的滴滴 它是不收現金的 跟馬來西亞GRAP 不要馬來西亞GRAP 它是可以收CASH 所以如果你要用滴滴的話 你要先下載APP之後 然後綁定你的信用卡 那就可以了 那上海機場呢 基本上分兩個機場 第一個就是浦東 另外一個是紅橋 然後紅橋有分T1 它是非常小的 然後也是轉個彎就可以到 紅橋T2呢是很大的 就是基本上飛國內線 然後浦東這樣T2 T2也是飛國內 T2是飛國內加國際 跟紅橋就剛好相伴 我們的車要來了 我們等一下進去看裡面 到底有什麼 等一下見 我們要準備上車啦 對了 磁服是沒有輪子的 所以你是看不到 它下面是有輪子的 是用了浮力 我覺得蠻舒服的這個位置 然後它前面還會有一個時速表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多少時速 我們等一下打開手機 我們來測試一下 到底從龍陽站到機場 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2分鐘 就已經300了 看有沒有傳說中的 450 在第2分17秒的時候 幾乎400 多簡單 大概 中共 ж 試的 您看 慢了 不會再上了 不會再上了 430 再 3分16秒 3分鐘左右的時候 接有人 430 430 幾乎就是430 了 3 開拜 現在是在6分鐘左右 快到了 有沒有看到 其實不到7分鐘 從開車到停車 看有沒有7分鐘 應該超過7分鐘 等它完全停下來 停了 7分20秒 測試7分20秒 跑了28.72公里 7分20秒 很快吧 好 我們現在要下車了 我們先下車 我覺得這個體驗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上海的話 我覺得這個體驗是蠻特別的 如果你是一個遊客來上海 我蠻推薦你來做吃的 可是我第一次坐到430公里 它是有分時段的 一天只有兩班 是可以超過400公里在跑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300公里左右 有人的包 沒拿 忘了帶下來 有人背包 有人背包 欸我真的每次拍旅遊Vlog都會出事 我平時啊 我來 這機場跑了那麼多次 從來都不會出現這些事情 我是不是應該停止拍這個系列 你知道嗎 台灣前陣子不是那個葛馬蘭翻車嗎 其實葛馬蘭有一個功能 它可以在過彎的時候是有傾斜式的 所以我們剛有過兩個彎 它還是傾斜式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我相信這個技術也不是很容易的東西 特別上海有這個技術已經十幾年了 我可能又講錯話了 可能沒有十幾年 不過應該有啦 我11年來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相信是有的 OK 我們出站啦 今天的磁浮事成就到此為止啦 喜歡這個節目的話 如果你在YouTube看到的話 記得點讚 然後訂閱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是在Facebook看到的話 記得點讚 然後按分享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見 Bye